生产管理 提高效率一起来 E-Count E-Count ERP提供全模组 一个月含税只要一千五 E-Count 每天我们都努力给家人最完整的守护 人不是全能 忙碌生活中难免有疏忽 但你的爱可以无所不能 全能狗S 世面为一 可不去除跳蚤 笔诗 同时预防心思冲 每月一次内外驱虫 让狗狗远离致命威胁 保护裁权面 全能狗S 守护您的家人 让爱无所不能 存钱蹲不上通货膨胀 不如存股跟市场一起长大 华南永昌证券 线上开户三步骤 五分钟轻松上手 现在开户最高领 7-11礼券300元 推荐亲友开户 还可以拿7-11礼券100元 奖励无上限 理财趁现在 活动详情请上 华南永昌证券官网 本公司兼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核准置许可证造字号为 110年金管正总字帝 0052号 投资交易具有一定风险 请自行评估本身资金及 担负风险能力 黄老师 为什么我每天吃生菜沙拉 还是瘦不下来 光吃青菜是不够的 还要适当补充蛋白质 跟必须脂肪酸哦 这样吃不会太多吗 只要吃对食物 就能达成减脂目标 并且增加肌肉 我是营养师黄爱玲 透过健康饮食 可以让我们长期维持好身材 营养咨询专线 02-2388-8282 2388-8282 行李箱准备好了 遮羊帽自拍棒也带了 东南亚我来了 华航直飞东南亚 三大人气景点 青麦素物谢港 漫游青麦古城寺庙 打卡人气景点美食 在宿物与金沙共游 还玩水上活动 体验县港多元文化 享受东方夏威夷 机票全面开放预定 快上网搜寻中华航空 是老鹰飞过耶 鹰派初级 升息浪潮来袭 升息大浪来了 资产跟着上上下下 该怎么办 别怕 美国投资等级债 收益率创12年新高 现在达5% 长期表现相对稳健 现在就跟着 国泰美国优质债券基金 一起站上投资浪头 轻松驾驭波动 10月24号 踏上最美浪点 快上国泰投信官网查询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影响月公开说明书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刚刚最新消息 金管会再出手 这个禁空令宣布即日起 当然就从下周一开始 当日收盘价跌幅 达到3.5%以上 就超过3.5%以上 次一交易日 不得已低于前一交易日的 收盘价放空 也就是说 只要你收盘跌到3.5% 你隔天 如果你要去空这档股票的话 你不得已这档股票 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不得低于这个价钱去放空 你必须要再高过 这个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 你才能在那次上去放空 不然的话 你不能放空的 那这个是首度在万点以上 寄出平盘下不得放空的禁令 就平盘下 你就不能再放空了 台股史上 实施四次的禁空令 分别是1998年 2008年 2015年 跟2020年 那上一次 这个所谓的平盘下不得放空 是2020年3月19号 当时新冠疫情爆发的第一年 也是最严重的那一个月 这个限制跌幅3.5%以上的个股 这个就平盘下不得放空了 所以隔天就有1233档股票 不能平盘下放空 那更前一次的禁令 是2015年8月的平盘下不得放空 当时是不论前一天收盘价跌多少 你隔一天平盘下都不能放空 今天金管会的禁令 是跟上一次的禁令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现场 这个状况真的是悲同小可 跌了快6000点 今天虽然说没有收在全收最低点 如果从今年的18619 算到本波段的低点 12698 跌了将近快6000点 5900多点 将近快6000点 这个跌幅呢 曾经大盘达到32% 这个悲同小可的跌幅 赶快来请教 我们现在同事有直播 大家看YT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 资深证券分析师杜金龙 杜大哥在我们节目现场 杜大哥你好 木华兄大家好 记得七年底今年初 我一直认为说从18000要跌到16800 好像好像是很漫长的时间 我想不到现在只差16点 就说说到那个12689 大概差16点 就本周最低点 对那其实从前两天 我们就开始发觉有人在拉盘了 那今天因为已经抽签了嘛 就代表选举开始了嘛 所以你要看到那个主管机构 三个机构的动作非常快 马上就宣布那些什么进空令 一大堆 那其实尽管会应该下一个令 只能买外盘不能卖内盘 那就解决了 那我们也一直在讲 只能买外盘不能卖内盘 对对啊 你就只能挂高不能挂低嘛 这开玩笑的 那另外就是说 哇那这个不得了 对啊 这个是最大利多啦 那不要像那个国安基金 上面红低承接只拉到平盘 那像前天就不错 有没有拉涨嘛 那另外我们今天串两年的新低量 那如果说这个进空令再下来 有一天我们可能会到成交量是1311亿 我们一直在讲 这个凹动量是我们一个底部嘛 因为我们去年7月都 五日金量是那个5560几亿嘛 那收到20%就是自席量1311亿 那今天已经1570几亿啊 因为盘后所以这个这个进空令再下来 以后平盘以上那个3.5%以上才能换空的话 因为会让那个成交量又减少 那底部就就会大概有一个出来 所以你觉得呢 就是说马上后面11月26号是要选举嘛 对对 那卡到一个选举 你看这个行情会怎么发展 那一天 10月11号的时候有大跌600多点 我太太就一直跟我讲说 他都叫我一个绰号啦 阿完以后 你看一下我们今天有带来 一个绰号是什么绰号 这个秘密的东西 大家看一下我们那个107年 就是四年前 有没有 我们来看那个65之一的图 65之一 如果看直播可以看到这张图 那个就是四年前 不是六都选举之前嘛 大家看一下 他不是在高档盘整的 大概八个月 大概上下 那在10月11号 那边有一个很大的缺口 有没有 这个就国庆日之后的那一天嘛 我帮陈凤信带盘 我帮陈凤信带班 我还记得啊 对对 那一天我还去斯大分部 吃午餐吃不下嘛 因为那一天跌600多点 我那天是早餐吃不下 对对 所以我非常记得 因为我走到一半 说600多点要怎么办 那因为斯大分部 有一个失缓菜 你看600多点 后来大家看一下 他又晚下跌到9400 9400完以后 就在低档盘整 他就也上去 到隔联完以后 又一个低档 那个93 97 9319 有没有 就是我们最近台湾 从8523还有9319 那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想到 六都选举拳 有人一直藏黑色 停损完以后 吃一个低点 就像我们现在一样 我们10月11号 也跌600多点 后来破 10月11号是596点 对对 596点 盘中也600多点 那我们昨天不是又到一个万山跌破的一个低档 有没有 大概是在那晚又明天这个金管会又出来以后 理论上台股会在万山这附近底下做一个支撑 那为什么你知道 大家看一下我们后面这一个五百八 图五八 那个六八之一 就是我们这个日K线 看到台股 跌了十个月晚 刚才孟华兄而已讲 将近六千多点 跌了32% 快要32% 那台股其实从民国79年 我们有三次大跌 一次跌一万点 两次跌六千点 就全年了 就从高点到低点 那我们现在一口气就跌了将近六千点 也算算说 你如果说又出跌一段 或是Apple 有没有 大概短线都应该要 那个满足 而且我们最近的盘是有一个很特质的特性 就万六反弹一下 万五反弹一下 万四 在13928 反弹了1500点 最大堆的 那这一次破的万三 有没有 在一二 那个六九八 有没有 他已经要有反弹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一次 再假设我们把这一波 从昨天开始 到11月26号 我们把它当作说 你这个六度选举的话 你不要复制107年 那个左四图 那你稍微要争气一点 大概以这个盘势来讲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特别 带107年跟今年的左四图 说其实 这个图形有一个巧合 就说他都是10月11号 那一天莫名其妙的大跌 而且你不是只有小跌 那天国际股市也没有怎样啊 我们为什么要跌 丢六百多点 就有人刻意 要压这个东西了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所以你会看到台股这几天的盘势 是非常的弱势 有没有 人家美国涨 我们也跌一百多点 那今天人家美国 我们跌多少 我们还是跌 我们现在大概 只要一开盘就说 今天少跌 我们就赚钱 就都砍台基地嘛 因为台币今天 贬值到32点多嘛 大概是这个 杜老师有讲 大家以后注意10月11号 这个放完国庆节 这个我有点不够 为什么你知道吗 10月1号附近 我们都会涨 因为他们在天安门在那边示威的话 那我们台湾就安全 所以那一天 那一附近都会涨 那10月10号 我们都在总统府 看那个急色 那个表演 有没有 那边很危险 所以我们大概都10月11号 会大概 我这个有研究够 就说 那所以刚刚杜老师 帮杜老师结论 小总结一下 也就是说呢 金管会今天再度出手 平盘下不得进 平盘下不得放空 那这个当然 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跌幅3.5%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那当然 这是一个 可能大盘 短线上面 中线上面 可能会稍微落底的讯号 另外一个就是说 刚刚杜大哥也讲了 这个波段跌了6000点 就算是一个A波下跌 应该大概 大致上应该也 应该要满足一下 对对对 那也就是说呢 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B波反弹 那但 那同时现在量说 像今天的量 只有1500多亿 那贵买的量甚至只剩下360亿 这个量也说得很厉害 所以呢 再配合这个进空 那下礼拜进空之后呢 平盘下不得放空 量会再说 可能会说到 刚刚讲的1300亿 1300亿就是 去年5日均量的 这个5500亿的 20%的一个窒息量 对对对对 那问题就是说 国安基金在这个地方 进场互盘 昨天明显是来拉台线 12点过后进场互盘 那为什么会破工呢 为什么没有效能 因为台币今天又贬值了 其实互盘不是只有 像国安基金金管会 还有央行稍微配合一下嘛 有没有 我们现在台币就一路就是贬 像日元贬到150 我们就贬到32.3 有没有 那这个东西 它就让它外资 一直的 这样让台币贬值 台积电就变成外资的提款机 那你看这几天今天虽然说投信 自营都有小买台积电 可是外资昨天卖8000多张 今天也卖8000多张嘛 你台积电变成提款机 就是说他变成地缘政治 跟筹码的一个关系嘛 那可是台积电你可以政府关心一下 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哈尼亦成家的梦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耶 或是台积电让他实施库藏股 对啊自己要买库藏股 今天那个刘德英 位置家 那个设定值钱1600多张 位置家 对 那我有研究过 就说像13年前 张周某那时候台积电跌到36 34.6的时候 他本身就是有大概买了1亿的台积电 那可是因为大股东买的话 都是下个月5号 你才去大股东的 那我们董监事的话 他在股市高档的话 会卖股票 春江水阳压先知 那在股市低档的话 董监事会去设定值钱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消息 可是他设定值钱 是不是会去借6成的钱出来买台积电 那如果是的话 那台积电就 他们 就 董监事大股东就看多嘛 所以 所谓设定值钱跟申报转让的话 我以前写基本分析的话 有研究过 就是在股市的高点的时候 董监事会密集申报转让 在股市波段低档的时候 董监事会设定值钱 因为他认为我的股票污潮所值 这个可以这样看今天这个消息 可是你要下个月5号 你才知道魏哲嘉 他只是设定值钱 有没有去借钱 可是设定值钱有一个好处 你就不会卖 他本来就不会卖 他假设是 这个值押300块的话 他1600张就48亿耶 对 可是他可以去借钱啦 就借48亿啊 借钱的 你只要借三成五成 出来以后 你现在买这个股价嘛 因为他董监事不能卖股票嘛 所以他可以这样去 也去买一些钱出来嘛 大概是在那个是一个好消息 大概 我们要准备回现场了 老师你这三张图在你的粉丝团有对不对 没有没有还没有丢 那我可以放在我们的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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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107跟109 那我再把它放到我们脸书的预告贴物上面 对对对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每股周四 四大指数三跌一涨 还是疲弱 标普跌0.8% 纳指跌了0.6% 纳指跟标普呢 都跌到了四日来的低点 另外道琼跌0.3% 只有费半指 这个小涨0.7% 但是费半指原本一度涨3% 这个收敛了很大的涨幅 那现在目前美股的盘前 Snap大跌20% 然后Twitter跌了16% 为什么会跌这么重呢 因为Twitter说 马斯克路主要立刻砍掉75%的员工 怎样 四个人里面只留一个 其他三个人全部犯了掉 哇 这个消息一出来啊 这个Twitter股价立马大跌啊 所以今天晚上美股有考验 现在我们看到美国三大电子盘 都明显下跌哦 纳指跌了0.9% 另外道琼跌了0.4% 还有呢 S&P500指数跌了0.6% 可是啊台子期现在没有什么跌哦 这个可能跟这个金管会的进空令 这个要护盘是有关系 现在目前台子只有盘后 现在夜盘只有跌一点 刚刚也不过呢 最深跌到12,770点 就是说跌了大概差不多30几点 然后呢 现在目前拉到平盘附近 所以相对美国的电子盘是强很多 不过如果美股持续弱势破底的话 那台股真的能在这边指吻吗 我们继续来请教资深政策分析师 杜金龙杜大哥在我们节目现场 但同时我们透过YT直播 杜大哥如果美股不能止跌的话 即使我们的量刷 我不要讲EV 我刚刚我这个英文口头 才都被人家说外师批评就对了 外师在骂我 说乱用英文 那我们就不要用英文 那即使台股能止 就是说有意要止跌 但是外盘不容许台股止跌 还是说我们可以脱离美股的 这种连带的影响 大家要相信 我们政府如果有决心要做 他就可以做得成了 大家记得13年前 我们台股在11月20几号3955的话 那时候美股一直跌 我们在台股3955的话 撑了三个月 我们3955就没有跌了 就开始慢慢涨 美股在底部破底完以后到三月份 大概三个月完以后美股才开始上来 我们在3955就是有这个忍耐 就是说我今天有特殊目的 我就是要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假设说万三你跌破了 那万三跌破完以后 我今天为了某一个事件 就是说我们六都或是怎样 我们在那个民国八十四年八十五年 我们选第一次总统的话 也是这样 就是要互盘的话 都有这个信心 让一个低档在那边盘了六个 那时候民国八十四年八十五年 是盘了八个月 那我们3955是盘了一个N型底盘了三个月 他就有这样 就像说你从前两天以后你会看得到 早期我们那个台湾的那个期货盘都很弱势 有没有 从昨天到今天 稍微就有人好像可以再去弄 那如果是除非美国股票市场又很大的重挫 但台股他想要做的话是有可能短期间 假设说你到十一二十六号 你可以付出一个相对的一个波段低点 那杜大哥之前有看到十年限 一万一千点 那现在这个看法有改变吗 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不是今年来讲三六九GK线年三黑 那我们台湾六十年来 你去欢迎GK线一年度年四黑的 就是说年第四季 我们现在是第四季 现在十月份又跌 所以来讲的话 在民国五十四年有一次 民国六十三年有一次 最近的一年是民国一百年 那我们民国一百年以后 就当年四季都跌了 那一百年以后到现在 一百年到现在不是十几年吗 我们只有两次第四季是跌 那其余的九次季线都是长的 所以我们除非是说 你像今年已经连跌三季 现在又跌那么多了吧 那你后来你在十一月二十六号 你选举 你是不是我们会第四季也跌 那这个机率是在台股是比较来的少 这是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那另外来讲的话 我有做一个统计资料 就是说我们在四月七号台湾 股票市场正式跌破连线 那时候连线是一千七百三十四点 那我们一般来讲正式跌破连线 六十年来 他有可能下回党 从连线大概扣八点五 那如果终极回党 从连线再跌二十六趴左右 那你一千七百三十一万七 乘以扣掉二十六趴 就是一二六八八 也就是我们的一二六八二的支撑 我觉得除非你是要大崩盘 还会再跌五十四趴 那是我们台湾 跌破连线完有我们的统计资料 那跌二十六趴的话 理论上一六一二六八二这附近 你这边总是要有一个跌生的反弹 那尤其像我经常在做统计资料的话 就是AK线 有没有我们在这个节目里讲 AK线九十四的话 应该是一个一个高点 那AK线现在都十二了 十二的话他相对跌机率 大概只剩下五趴左右 所以你一定要先反弹上去 整个这个B波反弹 那到明年大概阻跌段的话 才会有这个下跌的一个激励 这是我们其中 所以A波下跌的B波反弹 明年还有一个C波的阻跌段 对明年C波阻跌段 可是C波不会像A波这么严重的 他可能是一个比较和缓 但时间比较长的下跌 对对对 我们上次也有讲过 就是兔脸嘛 一个兔子在那边跳来跳去 一盘带跌 大概是 如果本波段要直稳 要反弹的话 要哪一些股票是观察重点 一般来讲就是 涨了台积电跌台积电 那台积电 从34.6涨到688 涨了600多块 那你回檔0.5的位置是372 有人说从高点688 除以2就是344 这个 可是你去看台积电电 电电是去年9月开始跌 跌到今年9月 有没有他是从十几块跌到72块 他现在回檔0.5的话 林电已经不再破底了 有没有 林电 我们最近大盘破底的话 你会看到很多电子股不再破底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去年涨到16819的时候 是谁涨的 是台积电 去硬涨那一波 那我们的整个陌生段是台积电涨 所以现在台积电在还人家的公道 就说我9月份就开始跌 那现在我人电不跌 能到你台积电去补跌吗 那补跌的话 你看一下台币贬值到哪边 那外资提款到哪边 他相对会有一个一个支撑 大概是以我个人的看法 所以像我个人也是台积电 下来以后我就买 有没有 买到现在 发觉外资每天都在卖 就算了啦 就像木娃兄讲的盖牌 有没有 把他当作中期持有 完以后这样的话 去米提玩 去到处玩 修生养性 因为你认为 他整个基北面没有问题 那我们现在因为台湾大盘 本益比到9月份是9.64 跌破10% 跌破10倍了 我们在3955的话 台湾的大盘本益比是9.05 3955 19年前 我们台湾的大盘本益比3.9.05 现在已经9.46 而且这个月又跌了嘛 理论上现在大盘本益比 已经大概9.05左右 那所以你看台积电 现在本益比10倍还在跌 有没有 因为他是一个所谓地理政治 你是我提款机 我就卖他 有没有 可是他总是以后 到一个低档玩 以后他应该会会反弹 那金融股呢 国泰金富邦金 国泰金跌到今天剩下36 所以那个他们 李长庚说灾难投资 因为国泰金就是10年线的位置 低于10年线 对他就回来 那像我金融股我就是买富邦金 因为他也像昨天凯基的研究报告 国泰金7年赚10块嘛 今年大概4块5明年5块嘛 那你现在这个价格来讲 如果说以整个国泰金 我有从民国52年到现在的一个走势图 他在这个低档期的话 大概一般来讲金融股很简单 那净值的一倍就非常可以买进 那净值的两倍 最近净值一直在掉 对对 净值你弄完 那他从资产重分类 就会增加 所以一般来讲都是用净值的一倍 当到他的合理价值 那净值的两倍 就是应该是一个相对高点 国泰金10年线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报告 您知道是多少吗 10年线是46.35 今天收36.35 就跌破了 真的是 这个真的是国泰金今年真的是跌得很凶了 那你要看他镜子的一个东西 非常谢谢杜金融杜大哥 交通安全